嗨 所有的粉絲好朋友們 喜歡可愛造型氣球的朋友們 大家好 新年快樂 今天要教大家做好可愛的小企鵝唷 要準備一個圓球 圓球白色10吋的就可以 然後呢 要兩根黑色 後面都要留一個拳頭不要打氣 一根白色和一個橘色 橘色可以留兩個拳頭不要打氣 然後首先呢 要綁一根黑色跟白色 綁在一起 我說你黑色也是留兩個拳頭好嗎 好 綁好了以後呢 黑色做耳結 黑色做兩個耳結 好 耳結就是單泡自轉 然後四個手指頭兩根一起轉 轉三圈 白色做兩個耳結 耳結就是單泡自轉 轉三圈 好 第二個耳結 這樣子叫單泡 這樣子叫單泡 好 然後再四手 然後再兩根一起往上 一樣四個手指頭 轉三圈 然後把黑色圍樹 黑色圍一個圓圈圈圈 黑色圍一個圓圈圈圈 到耳結的這個地方 一定要整個給它密合喔 跟做那個小丁張的時候有點一樣 然后把那个白色做两个圆环 四个手指头宽就可以 像我们折花瓣一样 剩下的灯消剪掉 这个白色等一下要剪掉 然后把我们刚才把好的圆球 绕在耳结跟圆环这里 然后把黑色绕这个白球一圈 橘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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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握住他的嘴巴 两个小耳尖 一个手指头宽就可以 单泡 摸住自转 片耳尖 好这个地方很多人都会懂得清楚 然后两个手指头 单泡 再来四个手指头单泡 就是一大一小 然后把他们两个绕在一起 绕在中间 花瓣这边 这个就是小企鹅 嘟嘟的 能嘟嘟的 好绕一圈 绕过耳鞋 一定要绕过耳鞋 然后等一下才硕形 要把他们剪掉 先把这两根剪掉 那个橘色要摸住 因为橘色等等还要做小企鹅的角 好 等一下再硕形 好 橘色 它后面还有剩下 空气 然后打结 小小的单泡 一个手指头就好 成功做三个 后面这两个气爪 把第一颗 塞进去 大概对折的位置 因为两边要做一样 所以你就自己抓 三颗 好 这样子刚刚好 然后一样 这两颗一起转 要塞进去 它才不会很容易弹开 然后对折 然后下面 下面的位置 要三圈 好 然后再把它塑形 接下来就是 梦梦的画眼睛时间 请稍后 你们好 我是可爱的小气人 谢谢梦梦姐姐 把我画的这么可爱哟 关注 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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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